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叫做Edwin Ebert 当时他被归类为一个讽刺的中篇小说 其实他也是一个科幻的小说 因为平面国这个故事发生就是在一个平面的国度上面 有一位很有名的科幻作家叫做艾希莫夫 他就说 他觉得平面国是介绍如何探索维度概念最棒的一本书 那艾希莫夫他不但是一个科幻作家 他其实也是一个生化博士 那我们也认为他是一个未来学的专家 虽然他自己没有说过他自己是未来学的专家 但是我们认为他是 因为他写的很多科幻的小说里面预测的未来 到现在有很多东西其实都已经实现了 我记得他在1983年的时候 多伦多的星报曾经有访问过他 那他就大胆的预测2019年会有什么样子的事情呢 他说了三件 一个是核在 一个是电脑 那一个是宇宙开发 我们很庆幸核在没有发生 但是电脑和机器人主导了现在的我们的生活 确实是像他所说的 那宇宙开发的部分呢 在先进的国家呢 大家都是还在彼此努力的在竞争 就是谁在宇宙上面获得更多的讯息 谁就是最就是抢先别人一步 那又比如说他在1980年的时候 他有写过一篇叫做全球化电脑图书馆 那当时讲的东西就是我们现在的全球化资讯 比如说他在1988年的时候 那他有写过一个化学工程的未来 谈的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最夯的生物科技 如果同学有兴趣的话呢 我会建议同学去看爱希莫夫机器人短篇全集 那是叶里华老师翻译的书 我觉得非常的精彩 好 那我们现在回到平民国这本书 那现在同学看到的就是Ebert这个作家 他年轻的时候和他老的时候的两张照片 看起来其实变化不大 就只是头发变白而已 那当然我们会说 这个Edwin Abbott 他的名字很特别 因为Ebert出现了两次 可是呢 这出现了两次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其实就会发现 在我们看这本书的时候 这本书呢 其实第一字数的主角 就是一个正方形 一个正方形的字白 那我们知道正方形的面积就是 就是边长的平方嘛 Square 好 所以我们觉得它应该是一个双关语 也就是说 这个故事里面的正方形 应该就是作者它自己本身 好 那这本书呢 我们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我觉得有一些数学上的概念 我们必须要先建立起来 那在念这本书的时候呢 才会感觉得到那个数学上的乐趣 好 我们就来谈谈看什么叫做维度 维度这个专用名称 基本上是数学家 科学家使用的一个名词 那我们在数学上 我们觉得 它就是一个参数的一个数目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说 它就是一个什么运动的方向 正常好像有点奏向 所以我们就先从 我们最熟悉的点线面 来谈维度 讲到点 点的维度呢 它就是临维 因为就是一点 然后它没有任何的动作 没有任何的方向 假如说我们今天要让它有一个方向 从这个点到另外一个点 我们就可以拉出一条线 那么一条线的话呢 我们说它就是一个长度 从左边到右边 好不好从上面到下面 其实它就是一尾 它就是一尾 那在文字上 语言上的表达 我们有时候 会看到这一条线 如果它是上下方向的话 我们就会用上 往上 或是往下 当然 如果这条线它是左右方向的话 我们当然就会说 向左 或者是向右 如果我今天 把这条线上下推的时候 它就会扫出一个面积出来 也就是说 面积的维度 其实它就是二维 那二维的话呢 就是平面活的世界咯 我们可以告诉人家 因为它是一个面嘛 所以它可能就是 上下左右 或是 东南西北 四个方向 三维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呢 其实我们很容易想象 就是垂直的方向 在多一个方向的时候 它就会拉出一个 就是像体积的样子 握一个面 然后继续的把这个面 上上提高 扫出一个体积出来 所以体积它的维度 就会是一个三维 那这时候呢 我们在描述上面 我们除了四个上下左右之外呢 我们通常会再加上前后 当然如果你是用东南西北的话 我们就会再加上一个上下 大致上是这个样子 科学家也知道 就是我们的视觉看到的东西 或是我们在绘画的时候 画的都是二维 是平面 可是我们的脑袋呢 会帮我们把它组织成一个立体的想像 那我们再进一步的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那有没有所谓的四维呢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我们第四个维度 我们定义它 就是时间 那我们把第四个维度加进去的时候 因为它是时间嘛 所以我们可能就会用过去 未来 以前 现在 这样子的一个形容词 好 我们把维度大概的 有一个基本概念之后呢 我们应该可以进入平面国的世界咯 但是等一下哦 我觉得我们要来介绍一下平面国的翻译者 赖以威老师哦 我们非常感谢他 因为他翻得很精彩 因为他用了很美的文字 然后让我们能够理解 当时的平面国的社会 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那赖以威老师呢 他 他是数感实验室的创办人哦 数感就是数学感哦 我觉得他 他非常的非常的棒 因为他推广这个数学的教育哦 当然他受到他父亲的影响 那 但是 我觉得他是真心的希望大家都喜欢数学哦 所以我想推荐同学哦 去看以威老师写的数学的书 叫做超展开数学教室哦 它是一个青春校园小说 里面充满了许多的数学的浪漫 数学的乐趣 数学的幽默 希望同学有机会的话呢 能够去借这本书来看哦 我想你应该会打破你对数学的一些刻板的印象 你会发现 数学其实在你的生活中 是 是一直无时无刻存在 而且是 非常 和蔼可亲的 存在于你的生活之中哦 好 那 接下来呢 我们要真的进入平面国的世界咯 我们就先从平面国的第一步 世界开始介绍起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 平面国里面的一些风俗民情 当然我们第一个要知道的就是 平面国里面的人到底是什么样子哈 好咯 那我们就先降落到平面国来 看一下这个国家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哦 呃 如果我们现在是想象一下 我们现在是在平面国 因为它只有平面 它是一个二维的世界 好 我们看一下前面 呃 呃 看起来有点怪对不对 因为很暗 因为平面国他们 国民他们并不知道 呃 有太阳这件事情 所以 这个国家看起来有点灰灰暗暗 你看到前面有很多的呃 呃 灰灰的点或是灰灰的线在那边移动哈 呃 呃 没办法因为你在平面上 所以你可能还是没有办法知道 平面国的人到底长什么样子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自己抽离开平面国 我们再回到我们的三维的世界 好我们想象我们是从平面国之外 好 然后去俯视平面国 我们来试试看 这样子是不是能够把平面国的人看清楚 好了 所以呢你现在看到平面国的人 啊 他就是一个很多不同 和形状的一个呃 呃 人民的样子 好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好 好那为什么我们刚才进入到平面国的世界的时候 我们发现平面国里面所有的一切看起来都是像线啊 点啊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那我们稍微的解释一下 呃 呃 假如你今天呃 呃 就是在在平面国的时候 你的正前方出现的是一个正三角形 可是你为什么会看到他是一条线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你在平面上 好我们现在把自己抽离平面国之后 我们从上面俯视下来 我们看到了一个正三角形 对不对 好那现在呢 我们慢慢慢慢的降落到平面国 我们让我们的降落的速度稍微慢一点 慢慢的分解这个动作 好每每下降一段时间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三角形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三角形的形状 到底是怎么样的变化 好你就会看到呢 当你越接近平面国的时候 这个三角形呢看起来就越来越扁 对不对 他的顶角的部分呃角度会变得比较大 然后最后呢他就会变成了一条直线 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平面国的时候呢 我们看不出来平面国的人民到底是什么形状 因为我们在平面上 所以所有的形状整个看过去的时候 他全部就变成一条线了 好那为了要认识平面国的人民到底有什么特色 所以我们还是暂时的让自己抽离平面国 我们从三维的世界来看平面的世界 来我们来认识平面国的国民 好我们先从平面国的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呢他就是一个正三角形 好那如果是专业人士 那或者是士生阶级的话 就是正方形和正五边形 那我们这个平面国的故事的第一叙述的主角 他就是一个正方形 那通常我们说教师 他就是正方形 好再来呢如果是大于正五边形以上 正N边形比如说正六边形啦 正八边形啦 那我们说他基本上他是一个贵族 那也就是说正N边形这个N够大的时候 那他等同于看起来就很接近 是不是像一个圆 那圆呢在平面国里面呢 他是一个最高的阶级 就是领导者 我们说他就是祭司 说不定祭司他可能不是圆形 他可能是正N边形 这个N很大很大 因为我们其实我们的肉眼去看这个正N边形的时候 同学其实可以看到 正八边形 正十边形 正十二边形 当你的边数越多的时候 他其实就越接近远 好所以我们也会怀疑 祭司是不是 其实他应该是一个正边形 只是N趋均无穷大 不过这是我们的怀疑 在书里面 原形就是领导者 就是他们的最高阶级 好 再来呢 我们再来看 如果说是等一三角形呢 他不是正三角形 他只是一个等一三角形呢 那么在平面国的世界里面呢 他就是设定是士兵劳工阶级 那算是下等国民了吧 那等腰三角形就会有很多种等腰的形状 我们现在这样看到的就是说 他的顶角 那顶角越小的时候 他看起来就会越尖锐 是吧 好 那我们的问题是这样子 当他的顶角越小的时候 你觉得他最后会变成像什么样的形状 那这个形状在平面国里面又是什么样子的人呢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 你们如果从等腰三角形的顶角 让他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那等同于就是他等腰的那两个底角 他会越来越大 最后他们就会叠在一起 然后就会变成一条线 一条线在平面国 他是平面国的子民 他就是女性 女性 那女性我们等一下会特别的说明 这边呢我们想提出一个问题 就是说 等腰三角形 他会生出正三角形的孩子吗 而我们的答案是他会 他会 那这里就牵涉到 平面国的所谓的阶级升等的问题 在平面国他们设定就是说 如果是下层阶级的就是等腰三角形 那他们就是每一代会增加角度 可是如果是中产阶级以上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正方形 正三角形以上的 那每一代呢他就会增加一条边 好 可是 可是 如果你的就是正N边形 边数越大的时候 他其实是越不韵 好那也就是说圆形 他是真的就是不就是不会有后代了 好 好 那我们这边呢 我想请同学在看书的时候 稍微的思考一下 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子安排 就是说 把下层阶级的人用每一代 只能增加角度 但是中产阶级的人呢 却是每一代增加一条边 你觉得作者做这样子的安排合理吗 或是说你觉得他有什么样的用意 想一下哦 好